不执着虚幻 在世界上,你想心里不苦的话 最好的方法就是改变自己 最重要的就是想通 连自己都跟自己过不去 别人怎么会跟你过得去 只有自己跟自己先要过得去 你才能战胜周围的环境 不管碰到什么样的人 要想清楚 这个世界树林子大了 什么鸟都有 你要接受它 不管它再怎么唱 你也要听着 这个世界上一切都是虚幻的 过了就没了 没了就过了 你再怎么执着 不该留的 它也留不住 你再怎么随缘 该留的 它也去不了 该你的业障 就会跟着你 该你的烦恼 也会永远跟着你 最好的方法 就是不要去想 一切随缘 一切都听菩萨安排 因为天有天律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不是不报 时候会到 继续行恶 马上就报 人心变态 视现象 相互争斗 直我相 执着世间 虚幻相 看破一相 除四相 一觉睡醒 了无相 所有的人 都会受报 生老病死 就是在受报期 生苦 老苦 病苦 死苦 这四个大苦 谁都逃不掉 这种苦 这种难 谁都要受 你再有钱 再有名 再有利 再有地位 都没有用 都会受 这些苦难 最好的方法 就是去承担它 去接受它 去想通它 不要去造孽 谁造孽 谁受苦 不要以为 自己很幸运 因为 你现在 还有一点点福德 就像 你银行 还有一点 存款一样 用完了 就受报了 当你有钱的时候 不要以为 自己很有钱 等你银行的 存款没了 该你受报的时候 你就等着吧 人生一场 本须患 莫去执着 且随缘 人生 担心疤苦 无处逃 请为因果 免受报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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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